好的心理咨询师都是神经病 为什么呢 第一 一位合格的心理咨询师 你一定要自己走过 或者解决过足够多的人生 婆媳 亲子 夫妻 出轨 屠龙少年 忠诚恶龙 想要提高自己的能力 这些让人神经病的问题 你都需要去深度思考 第二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好的心理咨询师 不是帮你解决当下的问题 而是教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有真正能够走出来的人 精神病过一次的人 都是自己真正的心理咨询师 断了的骨头 总会比原来更加坚硬 第三 如果你窥探过足够多的人生 领略过足够多的人格 你就发现了 人生做对的事的时候 都是痛苦的 笑着跟你讲心理学的人 都是心理学的鬼才 因为合格的咨询师 都是要身临其境的 陪你再走一遍 你的痛苦 你说他们是不是神经病了